我们接着继续讲 我们刚才答应的时候 这里面有个错误 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说这个local variable my data reference before assignment 就是这个使用之前没有定义 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这个主要是上节课讲 这个读文版的时候 使用到这个 我们这节课已经是 读取word了 所以就不需要这个 我们把它删掉 不用这个gpk了 直接把这个 加进去就行 试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打开文件 找到我们这个共产目录 先打开一个 我本试一下 这个有个小bug 我先不理它 再打开一个word试一下 那么word的这边呢 是已经正常打印了的 但是呢 添加的时候呢 出了点问题 听见到时候报了个错 说这个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在这个添加词组的这一步 发现是inwork comerror 好长的一个错啊 我们先不理它 把这个关掉 把这个程序也关掉 因为这个地方 填错了 我们应该在这个循环体里边填 这个blahblah一堆错 爆了半天 然后这边这个措施什么来着 这个文本这个 我买这个措施 gbq code count decodebytes in这个 illegal must be sequence 这个可能是我们给的这个例子 有点问题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新建文文的 而不是mytest 因为那个mytest 可能是我用这个utf建立的 所以我们这样 打开 然后 新建文文文档 嗯 在这 已经没有报错了 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个word了 OK 这个也加进来了 这是一个测试 来自mess学院测试能够导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一部分要讲的 以这个Win32.com这个形式 打开一个word文本 并且把它追加到这个GUI中 那么我们看这下边也不再有报错信息了 这两个都搞定了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 这个另外一种方式 读取这个word文本 就是这个使用这个python的这个docx扩展包 这个docx就是word的这个后缀名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一个这个python的这个扩展包 不依赖于这个操作系统 可以跨读台使用 那么这个扩展包呢 是InaCanda不包含的 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进行手动安装 它不仅可以读取word的文本 也可以用于创建这个word文本 就是自动创建word文本 那么这个可以用来这个 我们自动发送邮件附带一个附件 然后写上一定的这个word文本信息啊 可以用于这种 也可以用于这个办公自动化 等等等等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这个包之前呢 需要进行安装 那么安装呢 直接从这个百度或者Google搜这个pythondocx 然后直接就有这个 它的这个说明界面 那么这里有一个告诉大家怎么安装的这个方法 叫installation 这里边呢 它可以用pipe进行安装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从圆码进行安装 我这里是下了圆码 在下了圆码在这里 那解压之后呢 按住shift键 按住右键 然后此处打开命令行窗口 直接用这个python setup.py install就可以安装 那这桥火车就可以安装 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只要这节课使用它的这个打开文本的这个功能 就是读取文件的这个功能 至于它的这个创建文件呢 我们不去介绍 写着文件也不去介绍 大家自己去看看那个api就可以 因为这个用程序创建 word的文档还是 还是比较辛苦的 说实话 这个比我们自己的这手锹要辛苦一些 它要格式啊 段落啊 通通都要成功代码去设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 把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用这个 DOCX这个扩展包实现一下 那么这样呢 就把这部分给它注视掉吧 把我们打开这个office这个部署把它注视掉了 然后我们按说是不应该这样操作的 但是我就为了给大家介绍嘛 就直接在这import算了 这个重建的应该是在最上面一块儿导入完 但这样导入也可以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DOC变量 然后呢 这个DOC变量呢 引用这个 DOCX包里边的这个document 这自动补学是很舒服啊 document呢 它同样的是这个 从我们这个GUI返回来的这个文件 直接 读取一个现有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这个就比上一行这个要好理解的多了 这一行什么 World文件的段落里面的这个range 我始终没太理解这个range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DOCX包里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它就是DOCX 从里面找它的paragraph 段落 那么段落一般都不是一段 所以有个尾数s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找第一段吧 我们刚才敲了三段 找第一段 第一段的这个text 和这个 把这个第一段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这个 用这种方式的显示效果 好 我们看 这是一个测试 这是第一段内容 已经成功的打印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想把它 所有的内容打印出来呢 我们在这 把这行注释掉 然后做一个循环 for i 不用i了 叫paragraph in 我们这个文档的段落 然后把我们每个段落的这个txt打印出来 好 通常你没有拼错的话 有拼错的就悲剧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OK 那么这边也已经打印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文档内容 这是一个测试来自match学员测试能够打印 包括我们里面的回车台一块打印出来了 好的 那么 那么这个操作呢 这个操作呢 就是通过docx 把我们这个 已经存在的这个 文件的这个里面的文本内容打印了出来 那么同样的 我们如果还是想追加到我们这个文框里面 好 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放到我们这个GUI的这个文本框里面 好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来做 找到这个文件的锁在地面打开 好 这是一个测试来自match学员测试能够打印 好 这个功能也是完整的实现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把这个读取的内容写成一个函数 会不会更方便一些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来这样做 把这个导入 丢到最开始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外围定义一个函数 叫锐的 docx 这个函数 接收一个参数 叫filename 你肯定给他传一个这个文件名 然后呢 他来引用这个 docx中的这个document包打开这个传入的这个文件名 那么打开之后呢 通过这个临时的变量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列表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列表 通过这个列表变量 新建一个空列表 然后进行 循环 像我们刚才那样 在每一个这个 在每一个这个paragraph子里面 把这个 在每 所有的段落中 所有的段落中 那个循环 然后把每一段的这个文本 放进我们这个列表当中 那最后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返回 返回一串字符串 返回一串字符串 呢 我们要对这个 嗯 列表进行分割 因为他每串字符串呢 最后都要有一个回车符 所以我们就给他手动加一个吧 回车符就是反习-n 然后 用这个jong方法 jong这个传一个参数叫atable 就是这个可媒举的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才建的这个列表 给他传回去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函数叫raddocx 我们从这边调用这个函数来替代我们刚才的这个方法 这个程序已经越写越长 写了400行 找东西有点不方便了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行 去掉了 注释掉 可以不删 给他注释掉就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如果是后缀是这个文档 我们就直接读这个文档名 这个名字的当然还是一样的处理啊 你该替换替换 那么读完之后呢 这个是一串字符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呢 还是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做法文框框当中 那么这个整体作为一个参数 传到这个pand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实行的这个效果 遇到bug就解决 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执行的很完美 同样还是用这个扩展包 然后用这个 我们自己造的这个 read docx 这个函数 把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测试 包括我们的小广告 啊 通过都打印了出来 贴上到这个GUI界面中 那么这个呢 也完整的实现了我们这个 这节课所说的这个 使用python语言去读取这个word的文本 当然我最后介绍的这个扩展包 就是这个docx这个扩展包 它还可以 写入这个word的文本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这个API 这里边有介绍 这里边有介绍 怎么样插入一个 这个title就是这个文件名 然后呢 怎么能往里边加段落 然后包括这个排版等等等等 这些还有包括字体设置 然后大家都会 感情评画都会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 确实用程序敲卧的是有点费劲 有需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包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用来来读取 也会方便一些 然后呢 这个例子我们也演示完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客户作业 说字页 今天可能稍负载一些 第一个是阅读这个Python DOCX的这个使用文档 尝试创建这个word文件 嗯 我们大家可以创建一些简单的 啊 排版布局不不必那么复杂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配合这个PyQt实现 将文本框的内容 文字另存为word文件 啊 这个需要先完成第一项之后才能完成这一项 我们之前是把这个文本框中的内容写入到这个文本文档中 这个很很简单啊 直接把它获取 然后写入就可以了 那你操作word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依赖其他的这个扩展包 那么这个第二项任务 大家可以用第一项来完成 就是可以用这个DOCX来完成 那么实际上也可以用这个Win32.com来完成 就是你调用这个word程序肯定是可以可读可写的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调用那个Win32.com 因为它毕竟只能在Windows下实现 啊 我们到目前为止用的这些东西都是跨平台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限制在Windows这个平台内 尽量去学一个通用的技术 那么能解决多种问题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